在11月27日即将迎来新赛季的同时 前传周年庆典活动也将同步开启 村长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惊喜 比如累计100抽 周年限定题夫 传说自选专精书 以及大量游戏道具等等 这次活动的奖励可谓是相当丰厚 一周年仅仅是开始 接下来还有二周年 三周年等等 在SS0新赛季上线前夕 官方还进行了一系列优化 一 掉落物失去优化 新赛季角色可以自动失去卡片 金币 材料等物品 同时还扩大了物品失去的范围 但是装备仍需自行选择失去 二 功能标签整合 重点功能直接在主界面用图标展示 点击后可以快速进入对应功能界面 三 卡片合成调整 新赛季的卡片可无需找NPC铁匠了 可以直接点击功能界面中的工艺 即可进入卡片合成界面 四 装备等级 合成装备前需要选择装备等级 角色不能越级打造装备 比如55级角色无法打造60级的装备 仅能打造55级或以下等级的装备 五 背包物品优化 新赛季中背包可以分类存放材料和消耗品 无会占用背包空格 背包最大存储量增加至84格 背包装备支持部位筛选 增结与绒柱也可以直接在背包里操作 六 任务系统调整 新赛季中任务会详细分为 主线任务 支线任务与悬赏任务 七 关卡地图优化 新赛季中删除了营地房间 任意难度下的地图都将保持三层 八 个人信息面板 新赛季调整了个人信息面板的展示方式 对各个数值面板进行了分类 新赛季礼包兑换功能会做成单独的界面 九 玩法入口整合 新赛季将所有玩法整合到世界地图里 冒险直接一键开启 十 关卡掉落展示 新赛季进入关卡前 就能提前了解到关卡装备的掉落情况 同时游戏难度也整合到了关卡界面中 方便大家直接调整 十一 装扮功能整合 皮肤和家园装饰整合到了装扮内 优化的展示方式 穿戴情况一目了然 十二 皮肤力回功能 新赛季扭蛋机皮肤是首批带有力回的皮肤 除了炫酷特效外 穿戴时会有动态力回效果